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4月2日礼拜五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前日 H&M就发表了一份声明 但是仍然拒绝道歉 搞到罢买洋货行动 似乎就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再加上逆建联就出席了一个Nike举办的活动 导致有部份的小粉红 开始将矛头指向体育界 斥责体坛中人 在连日以来都不愿意表态 也不肯和他们的洋品牌金主割借 昨天有一家内媒 竟然为这帮体育界的人士发声 他们说我们不应对体育明星进行道德绑架 理性爱国才是爱国的最佳方式 豈不是间接批判那帮异和团色爱国的小粉红 是非理性? 简直是对于小粉红的一个当头棒渴 另外我们又会去看看H&M 昨天宣布了要关闭大陆的20家门市 搞得一群小粉红嗨爆 只不过有分析说 这个观点根本是与新疆棉风波无关的 在说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刊登在新浪体育的这篇文章 怎样来帮那帮体育界的明星伸冤 他们先将娱乐圈的明星和体育界的明星区分起来 他们认为娱乐界的合同 基本上限于品牌露出的层面 但体育界的合同会更多涉及到装备的层面 很多运动员甚至会穿着体育品牌所提供的特製装备 所以不单只是支付现金赞助那么简单 而这篇文章也一再强调装备的重要性 他们说如果运动员临时更换装备 特别是在田径、游泳等对装备要求极高的项目上 将会对于奥运的成绩带来致命的影响 总之就说到 一不用这些装备 问题就是不单只是Nike和Adidas有出这些装备 其实李灵牌、安达牌 都一样是有出这些体育装备的 为什么偏偏不用国产品牌要用洋品牌呢? 是不是崇洋眉外呢? 还是曲线地说 国产体育品牌的质素是追不上外国呢? 我不知道 接着就来了 对于那群小粉红近乎是直戚其非 这篇文中说 如果体育界最终不选择解药 他就认为 在当下这个大背景 他们一定是有苦衷的 可能是受到法律层面的约束 也可能是受到装备层面的束缚 作为体育行业的从业者 他就表示理解 也希望 那些不了解行业具体情况的网友们 能够换位思考 你做这个体育界的从业员 就要别人换位思考 那需不需要帮陈奕迅、蔡依林、陈冠希那些换位思考一下 接着他还说到 开始斥责那些小粉红 他说理性爱国才是爱国的最佳方式 面对体育界和Nike Adidas的冲突 我们应该要更加理性、理智 让体育界营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 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来做出选择 老实说这篇文章所表达出来的信息 我大体上是认同的 第一 他认为不应该 对其他人做出道德绑架 第二 他认为要让其他人一个更宽松的环境 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去做选择 之不过 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就是双重标准 他只是顾及那些体育界明星的利益 但对其他界别的持份者 全部都切割了 比如说在娱乐圈混合那些人 当然那些人本身是不抵可怜的 但是 你有一个标准在的时候 你就应该是一以贯之 不应该搞多重标准 这篇文章就说不应该进行道德绑架 我认同 其实对于任何人都不应该做道德绑架 你说要爱国 你说要什么什么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你的个人选择 你说要去罢马洋货 那你就去罢马洋货 但是你不应该把这个标准押在其他人的头上 但是这篇文章偏偏只是为那些体育明星发声 其他界别的人 其他受到欺凌 受到打压的人 全部都不用理他 那你就是在搞特权阶级 体育界可以继续挽紧 继续夹水 其他界别就不行 这样我就认为有问题 为什么其他人是值得来到被道德绑架 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正正是应验了 王瞻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 所说的东西 那篇文章就叫做 不言论的自由 里面是怎么写的呢 他说 我不想说话 可以不说 不发表意见 就可以不发表 没有人是可以迫害你的 这个好处 现在我们不懂得欣赏 到失去了这个好处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不言论的自由 是多么离足珍贵 市民不拥护香港政府任何的建议 除了积极的反对之外 还可以消极的置之不理 你推行选举 我不投票 没人是有权用枪杆指指着你来加以迫害的 但是香港如果换了另一个政府 王瞻说他怕上不言论的话 就没那么容易 现在正正正是在做这些事 那些明星 为什么要前仆后继出来表态 其实表态就是表中 表什么态呢 那些人经常叫人表态 他表了那个态度出来 如果是不配合你听 也就是糟糕 就是叫人家表忠 好了 現在全部都走出來表忠 還害怕遲了 有些還要趕搭表忠的尾班車 你看看陳冠希的就是這樣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出來表忠呢? 就是因為這些明星之前過夜 就認為如果他這一刻不出來表忠 或者是遲了表忠的時候 他都會被人圍繳 你看看蔡依林就是這樣 他正正是不出聲 所以有些小粉紅都去砌他 所以逆建聯就是好東西 你們說要抵制NIKE 他就第一個感冒天下之大不諱 出席NIKE的活動 跑去簽名 那你怎麼咬他吃? 他好東西啊 你說抵制嗎? 他就不抵制 他就懶你你們的抵制 當現在罷買洋貨的熱潮 慢慢沉澱下來的時候 就證明得到逆建聯的決定是沒錯的 如果他當初為了這些人的虛火 而走去跟他長期合作的金主割席 豈不是很笨實 他就變成了陳奕迅 是不是? 他就變成了失信於人 而在網上噴口水的那些人 完全是不需要負責的 他今天義憤田英走出來 說要罷買洋貨而已 明天減價 他扑街地扑到去買又不出奇 你如果罷買一輩子的話 那就沒得好說 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 是不是? 有的就是那些一窮二百的人 就做得到 等同於我說我罷買豪宅 原來根本上是窮光彈 你根本上也沒有錢去買 我跟別人說我罷買豪宅 那你是不是笑死人了? 那你根本上買不起的那些 就不算是罷買的 你要有五上的經濟條件 你買得起那雙球鞋 你才可以罷買的 那些球鞋也不便宜啊 大哥 幾塊錢一堆 有多少人 一個月工資才只有1000元 那你罷買罷買什麼呢? 然後我們又去看看H&M最新的公佈 他們就說 有二十間的中國門市是關閉了 即是倒閉了 這個消息一出 就令到大陸有很多的小粉紅 就嗨爆了 馬上就說 哎呀好啊 等H&M破產 大家要努力一點 將它踢出中國 實際上來說 究竟這個關閉門店 是跟新疆棉的風波有關 還是跟去年的疫情有關 相信是跟疫情的關係比較大 因為做出關店這個決定 斷然就不是說 剛剛發生了事情 三幾天之內就能夠拍板做得到 就算是最近拍板要關閉門店 起碼都要等到兩三個月之後才能關閉 因為是簽了租約的 這些關閉門店 他肯定是在兩三個月之前 他就要決定逐不逐租的時候 他就已經決定關閉了 就不是說現在網上哪裏有些人走去 不斷射他 於是就射到他倒閉 我相信就不是這樣的情況了 因為就算他去倒閉也好 租約未完的時候 他一樣要立空租 是不是呢 那些業主會追討他 所以我就不相信是那些小粉紅的功勞 雖然這個消息也值得那些人來高興 但是來說 就算沒有新疆棉這個風波也好 實體門市的關閉情形 只會持續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網絡銷售的情況 已經遠遠超過實體銷售 尤其是大陸的網購 其實是做得相當成熟的 那你一做這個網絡銷售的時候 是節省了很多成本的 又不需要鋪租 又不需要燈油火納 又不需要請那麼多人 服侍那些人 跟著本上就是做網購 一定是賺過做這個門市的 沒有東西的 無論是線上線下消費者的行為模式 都是差不多的 一說減價速消 那些人自然就會中了去湧入去的 等同於Nike那雙的波鞋 說要減價、速銷、預售 已經賣了35萬對 那些人一樣會上網購 所以是沒有分別的 就算有沒有新疆棉風波也好 H&M或者其他品牌 關閉實體門店的趨勢 一直都是存在的 沒有東西的 商家佬很簡單 就是計算死數而已 他開實體門市 就賺多少錢 他在網絡銷售又賺多少錢 你計算成本 如果在網絡銷售是賺得更多 那他為何要開門店 開來幹什麼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